分享一个你曾经极度看好 却无限失望的球员 我先来 2021赛季 有一个24岁的年轻人 接近14加7加7的表现 连续第三年全明星 最佳防守阵容二阵 MVP榜第12 现在的27岁 三年打了57场比赛 生涯履历不变 好取1.03亿 本西蒙斯的赛季已经变成了 休赛期训练 赛季开始 打得很差 随机被不伤病的内循环 除去受伤的新秀赛季 第二个赛季就成为全明星 高大身材的组织手 快攻力气 协防出色 他不靠投篮足以成为全明星 你期待他练出投篮 制约生涯他一共出手36次三分 你期待他篮网证明自己 他一共打了57场比赛 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替补席 下个赛季他还有4000万的合同 从天赋状元 到老板噩梦 我想他还会得到下一份合同 只是属于他的生涯 已经与2016年的期待 再无任何联系 我们之所以失望 是因为曾满怀憧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辿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